别了斯图雷登 1949年8月18日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斯图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 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8月5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它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斯图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 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 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 在抗日时期做过日本人的监狱 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 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 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 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在马歇尔系统看来 他只有一个缺点 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 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 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 这个责任可不小 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 当然应该在斯图雷登 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事宜 美国出钱出枪 蒋介石出人 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 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 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 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 欧洲部分 亚洲部分 美洲部分 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 中国是亚洲的重心 是一个具有4亿7500万人口的大国 夺取了中国 整个亚洲都是他的了 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舰巩固了 他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 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舰 他是认为比较的巩固的 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可是 一则 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 二则 欧洲人民的觉悟 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 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 和平堡垒 耸立在欧亚两州之间 顽强的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 使美国的注意力 大部分被吸引住了 三则 这是主要的 中国人民的觉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和民众组织力量 已经空前的强大起来了 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 不能采取大规模的直接的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 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 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 北平 天津 唐山 秦皇岛 青岛 上海 南京 都驻过美国的军队 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 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 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 在长春附近的九台 在唐山 在郊东半岛 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 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 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 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的参战 美国的空军除去蒋介石运兵外 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 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 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 并且规模还不算到 而以大规模的出钱 出枪 出顾问人员 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 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式所决定的 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 杜鲁门马西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 在驻蒋作战的开头 又曾演过一出 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 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 不战而控制全中国 和谈失败了 欺骗不行了 战争揭幕了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 善望的自由主义者 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 请你们看一看爱奇逊的话 和平来到的时候 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 一 他可以一干二净的撤退 二 他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 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 三 他可以帮助国民党 把他们的权力 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 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 爱奇逊说 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 第一种选择 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的先做一番补救工作 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 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 原来 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就是干涉中国 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 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 不干涉是不行的 爱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 这是华尔街的民意 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 爱奇逊说 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 从理论上来看 以及回顾起来 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 却是完全行不通的 战前的十年里 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 现在是战后了 国民党是削弱了 意志消沉了 失去了民心 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 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 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 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 断送了他的威信 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 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 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 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 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 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1945年来承担 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 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 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好办法 美国出钱出枪 蒋介石出人 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 毁灭共产党 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 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 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国民党腐败无能 意志消沉了 失去了民心 还是要出钱出枪叫他打仗 直接出兵干涉 在理论上是妥当的 但就美国统治者来说 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 因为这样做起来 实在有兴趣 似乎是令人神亡 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 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 不是我们杜鲁门 马歇尔 爱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 不想干 干是很想的 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 美国的形势 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 这点爱奇逊没有说不许可 不得已而求其次 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 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 爱奇逊再给你们上课了 爱奇逊是不拿金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 他是如此毁人不倦的 毫无隐晦的说出了全篇的真理 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 进攻中国 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 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 第一 顾虑中国人民反对他 他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 第二 顾虑美国人民反对他 因此不敢下动员令 第三 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 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他 他将冒天下之大不韦 爱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 是有限度的 这第三个顾虑 他不愿意说 这是因为 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 他怕已经失败了 但是还要装作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 爱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 爱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 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人意道德已被爱奇逊一扫而空 不是吗 你们能在白皮书和爱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人意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 有技术 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 不抓在人民手里 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 对外侵略和杀人 美国也有民主政治 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 美国有很多钱 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 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他在中国的第五宋队 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 不实采取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 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 送是可以的 要有条件 什么条件呢 就是跟我走 美国人在北平 在天津 在上海 都撒了些救济粉 看一看 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 太空钓鱼 愿者上钩 接来之时 吃下去 肚子要痛的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 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 文一多拍案而起 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 宁可倒下去 不愿屈服 朱自清一身重病 宁可饿死 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唐朝的韩裕写过 薄疑送 送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 开小差逃跑 又反对五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 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薄疑 那是送错了 我们应当写文一多送 写朱自清送 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 封锁吧 封锁十年八年 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中国人死都不怕 还怕困难吗 老子说过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蒋介石反动派 对于我们 不但以死拒之 而且实行叫我们死 文一多等人之外 还在过去的三年内 用美国的卡冰枪 机关枪 迫击炮 火箭炮 榴弹炮 坦克和飞机大弹 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 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尾声了 他们打了败仗了 不是他们杀过来 而是我们杀过去了 他们快要完蛋了 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 封锁 失业 灾荒 通货膨胀 物价上升之类 确实是困难 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 已经松了一口气了 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 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 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 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 斯楚雷登大使老爷 却坐着不动 睁起眼睛看着 希望开设新殿捞一把 斯楚雷登看见了什么呢 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 一对一对的走过 工人 农民 学生 一群一群的起来之外 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 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 也大群的和工农兵学生等人 一道喊口号讲革命 总之 是没有人去理他 使得他穷穷竭力 形影相调 没有什么事做了 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 存有糊涂思想 对美国存有幻想 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 争取 教育和团结的工作 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 不上帝国主义的当 但是 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 已经破产了 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 先进的人们 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 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斯福雷登走了 白皮书来了 很好很好 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opens 请